哈囉大家好久不見 我是設計師Rex 你有聽過正念、冥想、或者是內觀 這三個詞嗎? 很多人一聽到冥想就會直覺的跟宗教綁在一起 好像脫離不了那些神秘的色彩 但是你知道現在在國外也有很多臨床的實驗證實了冥想 其實對於排解憂鬱 或者是提升效率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除了有很多成功的人士他們有冥想的習慣之外 很多的大企業甚至開始在公司提供專門用來冥想的空間 也有許多學校開始把冥想排進他們的學程之中 那麼這些冥想帶來的好處呢 到底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有用 我想只有自己真的下來試試看才會知道 所以這一次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練習冥想大概四個月左右的心得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們呢 我會在這裡分享一些我作為設計師的職場經驗 以及專注在研究如何提升生產效率等等的議題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才不會錯過之後更新的內容喔 那麼就先來談談 為什麼我會開始對冥想有興趣好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就是你人生那段時間 可能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做什麼呢可能都提不起勁 甚至是開始懷疑人生意義的時候 有一陣子呢 我發覺自己的心情一直處在相當焦慮的情況下 我無時無刻都擔心自己的一切 對於時間的流逝也感覺到非常的緊張 總覺得自己不論做什麼事情呢 都好像在浪費時間一樣 或者是覺得自己不再多學點什麼 好像很快就會被社會淘汰了 但也因為如此 我開始有了知識的焦慮 我就像是一個溺水的人一樣 想要找到一塊浮木 看到眼前的東西呢 就想抓住 我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專注在一個事情上面 但也因為看到什麼就想抓什麼 到最後其實什麼也抓不住 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於是每日的焦慮呢 也讓我的睡眠漸漸的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每天晚上睡前的時候呢 腦袋裡面總是有很多的想法在翻腾 可是卻也离不出一個頭緒來 我也知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我開始思考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說會不會是因為科技進步 資訊爆炸 又破碎化的太嚴重 導致我們習慣了懶人包的資訊 所以喪失了長久專注的能力 於是我開始看起了紙本書 最後也因為買到空間不夠放呢 買了電子書的閱讀器 我有拍一次開箱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我覺得改變我最多的一本書 是賀賽的流浪者之歌 那這本書裡面呢 或多或少的也提到了 如何去覺察自我的本質 但那個時候我也沒有特別的想太多 要去接觸冥想 頂多就是在心裡買下了一顆種子 直到偶然間呢 我看到Netflix上面有一個節目 叫做腦內解碼 其中一集呢 特別介紹了正念冥想 那影片裡面呢 不但提出了很多臨床的數據證實 也找了很多案例來跟我們分享 到底冥想是怎麼樣去幫助 提升一個人的效率 以及減低他的焦慮的 那麼 減低焦慮跟提升效率 這兩個不就是我目前所正需要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時候才正式的開啟了 我想要好好研究這本學問的興趣 好的 那麼既然決定要好好的去研究這本學問的話呢 身在網路時代這麼方便的我們呢 我當然是開始先去Google看看網路上有什麼課程 或者是書籍可以引導我入門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Google剛好推薦了我一門線上課程 它是由MUNAGE大學呢 所開設的Mindfulness for Wellbeing and Peak Performance課程 這個線上課程呢 只要你在時間內上完呢 它其實是免費的 整個課程的規劃呢 大概是四周的時間 那每周建議你播出三個小時的時間 來練習跟上課 在當時我找到這個課程的時候呢 也迫不及待的拍了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上完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課程算是相當有系統跟架構的 只要你跟著課堂的時間走 每一堂課的下面呢 都會有留言板 讓同學們在下面做討論 而且也會有助教在下面及時回應你的問題 我知道很多人的課板印象呢 可能覺得冥想 它不就是坐在那邊打坐 然後試著讓腦袋裡面什麼事情都不要想就好 這種東西到底有什麼好學的 甚至還要去上課呢 但其實正念冥想呢 它其實並非是讓你的腦袋變成一片空白的 因為這基本上也不可能去做到 反而 它是去覺察你腦袋裡面那些飛越的念頭正在發生 其實正念冥想的原文呢 是Sati Upathana 那Sati呢 其實就是代表注意的意思 那中間的Upa代表的是內在 最後的Thana則是代表著維持 所以把三個字組起來 Sati Upathana 其實代表的就是去保持你內心的注意 也就是自我覺察的部分 所以整體來說呢 正念冥想 它的課程就是在教你怎麼樣的去覺察自己的情緒 泰戈爾曾經說過 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了解自己 而自我覺察呢 正是認識自己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只有透過覺察 你才能看清楚你自己 OK 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很玄壞很哲學 到底在公三小這樣子 但是到底怎麼樣去覺察自己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上課的原因了 課程呢 有許多方法可以引導你 去抓回那些平常你可能已經習以為常 以至於到忽略的那些情緒 比如說身體掃描 或者是正念呼吸等等的方式 去自我覺察跟掌握技巧 而自我覺察的練習呢 不僅僅只是在當下你靜坐 或者是冥想的那十幾分鐘而已 而是我們時時刻刻去怎麼樣面對 我們自己的情緒 我們怎麼樣專注的在感受當下 並且去體會當一個情緒 或者是情感從心裡湧出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所做出的反應是什麼 除了冥想之外呢 別忘了這門課程的另一個主軸 是怎麼樣保持高效率的產出 所以他還解釋了練習正念 是如何可以對你的工作效率有正面的幫助的 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去覺察到 你正在分心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研究顯示人 其實在一個時間內只能做好一件事情 而人可以多光處理事情的其實是一種假象 你可以想像你的注意力就像是在一個翻書的動畫裡面一樣 其實在當下的一個瞬間裡面 你只能專注完成一件事情 你只是在兩個事情之間來回不停的跳轉而已 而你在不同的事物來回跳轉的時候呢 就會喪失了很多效率 因為在轉換的過程中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保持專注的 所以當你覺察到自己正在分心的時候呢 你可以重新整理好自己的專注力 並且把事情切開來做 但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分心其實是相當正常的事情 自我覺察主要的目的呢 並不是去批判自己的不好 所以你不要感到懊惱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正在發生就夠了 總之呢 上完了比較有系統的課程 以及看了一些書之後呢 我對於自己到底該怎麼樣去練習冥想這件事情呢 也總算比較有了個頭緒 原來冥想不一定是直聽聽的 要坐在那邊打坐靜坐個好幾十分鐘 而是在任何的情況下你都可以去練習 比如說你可以開始從微小的事情練習自我覺察 像是吃飯 甚至還有個名詞叫做正念飲食 那個時候我在上線上課程的時候 其中有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老師拿起了一顆葡萄乾 要大家去感受吃這顆葡萄乾的整個感受的過程 甚至去感受到它的產地在哪裡 還有你認真的去感受到它的美好 坦白說我在上這個課的時候我覺得很瞎 就是這到底是什麼樣荒謬的畫面 該不會他下一幕就要開始賣我一些什麼 純天然的葡萄乾之類的 但是當我把這個練習真正融入到我的生活中的時候 花點時間去專注我在吃飯時的感受 放慢速度 並且用心去體會這些食物帶給你的美好 當然老師也說了你不用每一口都這麼做 你可能一頓飯裡面花個大概十分之一的時間 用心的去感受這件事情就好 總之練習的重點就是讓自己保持著一個心態 無時無刻的不帶批判的保持自覺 其實大部分的人在大多數的時間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智 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麼在快思慢想這本書裡面有提到過 人的腦袋其實是相當懶惰的 我們常常在下意識的狀況下 做出沒有任何思考的決定 因為我們人的腦袋分成系統一跟系統二兩種 我們的大腦將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 都直接交給系統一快速的去做出一個決定 或者是反應 但也因為如此 它會常常在你不自覺的情況下 去影響你所做的決策 所以正念的方法 其實就是讓我們時時刻刻的注意當下 不要被突如其來的情緒所操控 在每一個情緒或者是念頭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心中先退一步 用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它的存在 要知道這可能只是你自己主觀認定的念頭 而並非是一件事實 甚至有時候 這個念頭只是你自己所認為的一個假象而已 那麼我自己覺得練習這些東西有趣的點是 你可以去觀察每一個情緒對於你身體的反應 比如說當你聽到一首感人的歌曲的時候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觀察說 到底感人這個情緒 會給你的身體帶來怎麼樣物理上的變化 比如說是你心中的心跳會加快 又或者是當某個人做了讓你不開心的事情 你可能突然覺得很生氣 那麼去感受這股憤怒的情緒從你心裡湧出來的時候 觀察它是怎麼樣去影響你的身體的 比如說心跳變得非常的快 頭啊耳朵會變得非常的熱 那觀察這些情緒上來的時候 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你就不會被這些情緒所操控 你還是能保有你自己的理智 去做出當下最適合最明智的決定 這邊要注意一點呢 是練習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探索 並且要注意在這個過程中保持對自己的溫和 就算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你也不要試著去逃避或者去否認它 正念冥想最重要的是去覺察它 喬卡巴金博士 也就是正念減壓的提出者 他提到說人在遭受長期痛苦的時候 會遭受主要疼痛跟次要疼痛兩種 那其中主要的疼痛就是病痛 或者是外傷所帶來的傷害 而次要疼痛則是心理層面的 比如說像是你心裡的焦慮、不安等等的 但是如果透過練習覺察呢 你可以用客觀的角度去面對這個疼痛的感受 從而達到痛而不苦的境界 OK聽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 幹這東西也太糊爛了吧 但是我可以說說看我自己的感受 舉一個例子好了 當我之前在健身的時候呢 我可能做到最後一組的時候 我的腦袋可能就會覺得說 幹不行這個重量真的是 沒辦法再多做一下了 因為我實在可能太累了等等的 可是當我使用覺察的方式去感受它 我就會知道說這個念頭 也許只是我的腦袋想要偷懶 比如說我的腦袋覺得 我上一次這個重量就是做八下 那麼我做一次大概也只能做八下對吧 但當我用退一步客觀的角度去觀察的時候 我就知道有時候這些腦袋冒出來的訊息呢 其實不一定是事實 可能真的只是你習慣性的假象而已 最後如果要說這幾個月的練習呢 就給我的人生帶來多多正面的影響 那麼一定是騙人的 我覺得這就好像我們開始練習一個運動一樣 只是透過練習正念跟冥想呢 我們鍛鍊的是我們心靈的肌肉 沒有個幾年的持續練習呢 是不會有什麼巨大的改變的 但是也跟剛開始運動一樣 你會知道你所付出的練習 是真的有在改變什麼東西的 雖然很微小 但是你知道它確切的在改變 會讓你之後的人生可能受用無窮的 我想我自己會持續的練習下去 希望幾年後呢 能夠有更多的體會來跟大家做分享囉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心智的主人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最後我都看到這裡了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訂閱跟分享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